在旺角彌敦道上 除了金舖、藥房還有些甚麼呢? 甜品舖 縱使在旺角已經開得整項整市 但很少捱得住彌敦道的貴租 唯有轉供廣華、黑布、白布 甚至煙廠街等等較便宜的地段 例如這間雞蛋仔舖 就是熱身派鹹味雞蛋仔 供入廣華街的創意甜品舖 其實本身我是開啤樓的 我做啤樓其實不只是做黑色啤樓 其實啤樓也做到菜式 為何不試試雞蛋仔做菜式呢? 不過現在還未有得賣 Polly就說會稍作改良後才推出 那不如先吃一塊原色吧 例如我選的粉 或者我所做的做法 我想跟外面是不一樣的 本身我是一個70厚的人 所以以前的雞蛋仔比較喜歡香口 有口感一點 我也是迎合那個味道 他還特地為我們做了一底 香蕉Crossover花生醬味 外面烤得脆薄薄 裡面就軟軟軟 還吃到新鮮椒肉和花生粒 另一本大賣的招牌貨就是它 鹹味雞蛋仔包著粒粒粟米 再淋上有機免治肉碎 太陽蛋和自家製蕃茄醬等等 吃的時候一次過飲這幾款配料 會味無窮 吃大半底已經覺得好飽了 因為我覺得旺角的人流比較旺 各個階層的人士都有 可能會吸納多些階層的人 會試到這件事 一個簡單的原因 就促成了Kiv等等六位 來自酒店的餅師和麵包師傅 合作完成共同的理想 開始屬於自己的甜品店 試試實力 我們其實甜品比較藝術性 可能用幾種材料組合成一碟 令那一碟東西其實是很… match 除了一幅精緻的甜品畫之外 創意無限的還有這款Dumplings 將雲吞皮包著黑醋雜啤梨 像意大利雲吞一樣 再淋上黑醋、士多啤梨汁 甜中大微酸 是一款醒味的甜品 而這一間 好像同話故事城堡般的小店 是極少數可以開在尼敦道上的甜品店 不單裝修高貴點入 店鋪也自創以心情為主題的甜品 包括開心、困惑、刺激等等 只看名字未必可以參透過小時的原機 但各款的甜品賣相都有酒店級的水準 完全能夠滿足一種上機吃鮮的粉絲 白煙是歐洲櫻桃木片造成的煙燻效果 主角其實是焦糖蜂蜜雪糕 底下鋪了藍莓、焦糖、開心果 還有蜜糖浸過的車離子 神秘地和視覺效果都爆燈 這款甜品和餅一樣這麼刺激 鎮熱將熱情果醬到朱古力波上面 朱古力慢慢融化 露出裡面的雲呢拿雪糕 加上半碟的爆炸糖驚喜度十足 其實旺角最近也有兩間新登場的 《Takeaway甜品店》 包括主打重量級爆谷雪糕的 韓國人氣雪糕店Sweet Monster 剛剛進駐朗豪荒 將明星界代表 大台大姐姐開的雪糕三文字店 無論是雪糕 曲奇餅都是它自製 絕對是artlike之選 明星期六 夏天